各位朋友们好 老师好 我本来以为近来没有几个人因为风雨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 真高兴看到你们 因为很久没看到你们了 想念你们 更胜于讲课 我们今天上课前 有一件事情 那么是纪念馆 贺群提醒我 要向大家报告的 就是在纪念馆有钱先生的 一个书柜的mini特展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 天气好 逛到那里去 也不妨看看 也就是钱先生 他一辈子喜欢读书 然后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读书 他说一卷在首 海阔天空 那么纪念馆 贺群他们小朋友 为了很大的心思 从他的著作中挑出 他最喜欢看的书 来提供给大家 他们也在一个展览处理 展览的这些书 同时希望我能够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钱先生 我就想到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介绍钱先生呢 就想到请贺群他们印了一份文章给大家 那么这是最近出的一本书 叫做 扫及是多 取自于老子的思想 扫就是多 那么 那么 他里面的内涵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 气成长 大概就是 他是气成长 那么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抛弃成长的经济迷思 这本书买得到 你这本是吗 不是 我没带 可惜 本来要带的 就想下雨天 不要带太重了 就割下来 那么 中间呢 这本书非常重要 就提了一个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 到今天才只有五百年 那是英国在执行 他们海权 开展殖民地时候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观念 透过培根 大哲学家 英国的经验主义大哲学家 培根 提出 除了他们传统认为 宇宙就是一个力量 就是一个力量的竞争 的世界 的宇宙 也因此 人类古老以来 认为是大地 是生命的 之母 因此在我们 大地上生存 使用大地上的一切 事物 都要谨慎而小心 不要灼伤了 养育我们的母亲 可是当英国海外殖民 发掘那么多的土地 原住民没有开垦 没有发展 他们认为 应该调整这个观念 并且给予自己的掠夺 占领跟屠杀 有一个哲学性的解释 所以培根就说 大地不是 大地之母 不是生生之母 她是一个 野性的妓女 我们透过人 上帝所赋予人的智力 应该用我们的智力 征服这个妓女 充分地利用她 而后 蒂卡尔 你们熟知的大哲学家 提出 人类世界 这个宇宙 是精神跟物质的 人类人类 人类有精神体 至于世界的一切 除了人之外 都是物质 人的精神体 可以充分地使用物质 全面控制 全面掌握 这是人 该有的 或许说 因为都是 他们都信上帝 那是上帝的赐予 甚至于洛克 还提出 北美印第安人 有这么广大的土地 他们都不使用 他们抱点天物 所以可以任意的占领 同时屠杀印第安人 因为他们没有开发 可开发的土地 以至于到十八世纪 当英国人占领了印度 发觉印度本身 也同样有那么大的土地 没有使用 于是他就使人 把根据十五世纪 圈地运动 西方的圈地运动 十四世纪 西方鼠疫流行 死了一堆人 当时按照文献资料 欧洲可能死掉 三分之一还多 所以没有人工作 同时人工变成极其可贵 所以他们 奴隶们就自行解放 不再劳动 因为人口骤减 英国的贵族 是不是包含了欧洲的贵族 书上没有说得很清楚 只是笼统地说贵族们 发觉这样不行 他们要重新圈地 让农民重新回归到农奴的身份 那么这是有名的圈地运动 确定出阶级 确定出私有财产 确定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那么提出资本主义 而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资本主义 可能还没有 你们可能主张支持资本主义 可是还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者 资本主义 就是当我有了盈余 不是用来生活享受 而是再投资 同时他们认为任何的投资 先要使别人贫穷 先要掠夺别人的所有的财物 同时他们设定出许许多多的理论 包括GDP作为一个国家 生产跟富不富裕的指标 都是假议题 那是为了打击恶国 在当时冷战时期 要标榜 西方的主义是好的 苏俄的共产主义是坏的 所以就以GDP来作为 一个国家富强的指标 以及人民幸福的指标 其实都无关 不过当时他们举出的例子 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促成了科技的发展 促成了消费的发展 你看英国人的寿命增加了 英国人的身体健康了 那么这本书里面提出 其实事实不是 事实上 是当时工人们 因为工业发展 工业们强大 工会成立 要求工人的福利 于是要求政府 改善社会的卫生 尤其是 把自来水 污水和自来水 完全分流 保健了人的基本身体健康 那么所谓的GDP 作为指标 那是1970年的事情 等等等等 以至于到今天的 减碳行动 所影响生态 都是设计出来 控制 未发展国家们的未来 以提供资本主义社会 所谓的先进国家 的奴役 我看了这本书 然后听了讲解 我赶快 请于先生 录下来 画成文字 发给大家 一方面 事实上 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今天讲 翻转教室 翻转这个 翻转那个 我们能不能翻转 我们的思想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也说 我们这个教室 翻转教室 翻转教室的目的 翻转思想 大家看看 我看完了 好震撼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上前天生课的时候 前天生一再说 地球只有一个 西方的无限发展的经济学 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提出 人要无限的发展 当这里不能发展 丢弃 所以他们现在要到太空去了 马斯克 一直强调要移民到火星 他现在就在做 研究 那么他是一个 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者 他不想如何善用这个地球 而只是掠夺后 抛弃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作为 五百年 那时候前天就跟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记得 地球就只有一个 人类的经济 离不开地球 离不开地球的资源 离不开地球的生产力 离不开这个气候 因为强调 无限发展 这是极其危险 所以他说 在看战的时候 他就在思考 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问题 当时他 没有把握 虽然他读了很多 很多人都以为前先生不会英文 杰先生是很英文好的要命 只是不会说 他那一代学英文不会讲 但是会看 杰先生看很多英文的书 然后从事于 西方文化更深层的思考 他看很多哲学的书 西方哲学 余英时说他不懂英文 所以他不懂西方 这是余英时不了解 他的老师 或者故意贬于他的老师 前先生说 只是在国内 在抗战 在成都 他不敢发表 这种言论 等到到香港 他在香港看到了西方 直接生活在西方 于是他就动手写了 中国文化史导落 把这本书完成 这本书的重点是 挑出了传统文化的特质 也就顺便提出 整个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 人类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而后他再写了 文化学大义 文化学大义 他说我们今天把经济提到 整个人类文化的顶端 他说实际上 文化经济应该是人的最底层 因为它只是关乎于人类的生存 我们不是反对富裕 但是 富裕不代表幸福 就像这本书上面 GDP不代表幸福 而西方的经济 在资本书主义 在资本书主义底下 他要刺激人的欲望 扩大宣传 扩大广告 以至于造成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消耗 富裕 是不是 展现这种消耗力 展现这种不知性的消耗 我想我们看到广告去买许多东西 可是有很多东西 四后八卦三没什么可用 所以经济应该是文化的底层 而不是文化最高 最高应该是文化的本身 文化代表人类生活 人类精神的全面开展 然后所认为的什么是人的幸福 他学了文化学大一 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不断地讲这件事 讲中国历史 讲前讲他也讲这件事 在中国的史学中 历史的事件中 他提出中国人怎么处于当时的事件 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在直接的制度上 他会这么去做 这么去说 这么去节制 然后跟人的自我节制 合而为一 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所以印象深刻极了 也因此 我就看到了这本书 这是这两个礼拜内的事情 然后看到了他们的介绍 出版的介绍 然后想到了钱先生 在那个时候教导我们 写文化学大义 然后从经济理论 去提人类理想的问题 我觉得 真是一个先知者 其实在我心里面 他是一个圣人 他是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的圣人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圣人不是只有孔子 刚提出姚顺女汤 就是提出 代代都有圣人 什么是圣人 一个思想的先知 最重要 他是思想的先知 他是一个人类精神的先导者 我们老以为是个帝王 其实不是 而帝王是他开创的 他的这一种开创性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带领人们有了更新的可能 走出人类原有的困境 我们今天是不是蛮困的 不是打开睡吧 是生活蛮困的 病疫病局限了我们 也限制了经济 国际间的局势 让我们的护国神山 似乎在被动摇之中 你看看最近 有没有人买护国神山的股票 因为一直跌跟不停 大家都在说 如果台湾的护国神山被挖空了 那台湾还有什么呢 而整个的世界困不困 一样的困 欧洲明明知道 被美国捆绑 然后每个月要提供50亿欧元还是多少 要去金元 这个乌克兰 欧洲都拿不出钱来 然后又被俄罗斯断气 我刚来的时候看一下新闻 俄罗斯决定法 什么二号 欧洲也困 欧洲也困 现在最好的是美国 因为他 因为他 什么 他叫八兆美元 八兆美元 他现在借着生息 大家回去 因为大部分都银行都没有利息嘛 你看我们也没有什么利息 最近还深一点利息 我们身的利息是在有点少 可是你没有钱到美国去 噢 他如此回流后 割了所有用美钞的 他最好 然而虽然他最好 可是所有的钱 大部分进了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口口袋 其他的都是寿星阶级 我最近老被抓去和学生聚餐 因为暑假回来台湾的孩子们 现在要准备回去工作 暑假结束 讲哎呀不得了了 那个石油九块钱 一家轮 你说怎么活啊 他们也开始 他们都是高兴啊 都在开始为这些事情 担了 我不知道美国的那些 世界级的 千千亿万佛 他们困难 我想他们也困 他们困于什么 困于 他们这次的韭菜 没割得那么顺利 因为俄国的卢布 和黄金挂钩 和石油 和他卖的石油 煤气能源挂钩 还有小麦 麦子挂钩 然后跟俄国交往的都要用俄国的卢布 不然至少你要用人民币 他们恐惧的 不断宣说出来 要全面消灭 恶国和中国大陆 就是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 共商 共利 共赢 这种 共利 性 车座 直接冲击 这五百年的资本主义 他们也困 所以他们一直叫出来 中国大陆的威胁性 在科技 在这个 在那个 在那个 可是关键 在于 他们的思想 即由这个思想而产生的 这个政治制度 直接创击他们所建立的世界规则 他们也困 那么在这个困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思想的开发者 带领人们跨越了 带领人们跨越了这一个障碍 他不就是圣人吗 所以圣人不是我们所被灌输清代的思想 满清政府所给予我们的思想 那圣人就是一个道德 坐在那里吃冷猪肉的典范 所以前一天说 如果中国只有一个孔子 全聪明都只有山东 孔子拔光了 此后再也没有了 这个民族 还是个什么民族啊 从姚氏雨滩文武周公 就说明 代代都有圣人 而后孔子 而后下来就是孟子 就是庄子 包括墨子是贤人 因为他的思想不够完整 阳朱也是贤人 因为他的思想不完整 但是有他的发展性 提供了我们对人的生命 深层的繁星 而后是老子 博大增人 不就是一个大僧人 他说民国以来 大家骂汉朝 无尊辱术 打出白家 这个该死 那个该死 造成中国不再自由 思想不再自由 中国不再有任何创造力 前天人说 司马迁不就是一个圣人吗 董东区何尝不是一个圣人 魏晋南北朝 王毕不就是一个圣人吗 你们何以如此狭窄 不知中国圣人之意 代一代都有圣人 因为代一代都解决了那个时代 或者在那个时代之前长期以来 人民的困境 思想的困境 思想的困境 随唐 六祖不就是圣人吗 六祖还开创了一个惊人的成就 一个不识字的人 只听那一句金刚经理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们一定要看六祖排鸡 你们一定要看六祖排鸡 这是今天最爱看的一本书之一 他甚至于说 在今天我们不能只献右鱼 读四书而已 因为时代变了 因为时代变了 珠子 把大学 中央 中央 和文语 孟则 何为四书 超越武经 时代变了 但是不否定武经 然而如何进入古经的 那样高的精神事业 世界 透过四书 直接在生活中 站立成为一个人 建构自己 成为一个生命的自觉者 都辜负了 都辜负了我们这短暂的生命 那么珠子 也就是宋代的圣人啊 他说今天 我们也不能现有于四书 今天全世界 都蜂涌而到我们 然后无限的宇宙 也直接透过光远镜 进到我们的眼帘里 我们要作为一个人 不能只有一个生命的自觉 处理自己人世间的活动而已 我们要有宇宙观 然后我们才有深层的 周全的人生观 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开展 面对我们今天这个新时代 这是一个复杂 深层 广阔的时代 如何应付 要读七本经书 可以 孟子 庄子 老子 然后 然后 很重要 中间 六祖弹琴 详首的六祖弹琴 他所强调的 那一个 无上正等正觉 当年从这里开悟 这就是佛 佛 一个含长着圆满生命 可能的生命体 第九祖弹琴 其关键 生命自觉 佛家讲 误上正本正觉 也就是 佛罗志 人能都有 把这个打开 留住一个坎财的桥子 一个在当时被称之为南方葛辽的劳动人民 葛梁 什么是葛梁 这如同我以前讲到什么是荣敌 我们今天都说 哎呦 汉人中心主义 汉人看不起周边的人 不这样骂人家不是人 骂人家是出生不是 那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简单的称谓 荣敌就是牧羊犬 带着牧羊犬牧羊 于是说 董统的称 葛梁是带着 就像我们的原住民 带着台湾土岗 山上打猎 鱼猎为生 你这个葛梁 因为他是广东嘛 他竟然 竟然超越了当时的最大的知识生 学问生 神秀 而且彻底的展现 人类寻求幸福 得到完全平安的 那个无上正整正觉 那个佛性 那个般若志 到底是什么 今天讲就是自我一世的开展 如此 在读 朱子的禁事录 没有谈经 朱子的禁事录 不会如此开展 今天的学术界还在那里分辨 朱子到底是受禅宗的影响 还是不是纯粹的 武家 前先生说 武家代代更新 什么是如 代代更新 自觉的鼓数量 他将以宗论 人生论 现实一切 人事活动 融合成 一个崭新的 生命关系 由此 王阳宁的 潭新路 重新回答 人的心 一切就是一个心的作用 所以 中亚主战 只要能智良知 也就是 大金刚经的 无上正等正觉的获得 他说 读这七本书 你们就可以看到 传统中国思想 在人学上 一路追寻的根本性 就是 人生命的自觉 这就 七本就是一部 中国哲学 哲学史 我最近终于把 庄子老子的文稿 交给商务了 拖了两年 那时候在这里上课 我拖一下好吗 我喘不过气了 参加者都看到做得满满的 90岁 接近90岁有三个 14岁有好几个孩子 中间还有好多 家庭主妇 所以我就把他拉开来讲 什么新闻 什么 八卦 包括绯闻 都放进去做例子 可是等到打字出来了以后 再看看 弄成文字 不 这个不能见人 哈哈哈 所以我就修 而且还有好多新闻都过时了 那个时候是马英九 马英九现在也过时了 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就重写了 把逍遥游 特别是奇无论 全部做出来 然后把他的特有的 那一个无限宇宙 官的提出 空子提出了人 庄子提出了无限宇宙 这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 这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 有一个事有事无的 无可动摇的 流转程序 故人之道 所以庄子老子也是圣人 特别是他的奇无论 所以我把他这一个无限宇宙所展现出来的 崭新的知识论 那在那个时代 他的文字都像那个铁丝揪在一起 你要拉直拉直拉直 所以拉了很久 幸亏这个疑病帮了我的忙 让我拖拖拖 有一个理由他们非常同情 三文书馆 刚才我介绍的这本书 叫做 陈 不是 对不起 就是介绍你们 可以看的一本很好看的 《六祖谈经》 是的 三文书馆 我不知道台湾的三文书馆有没有 叫做陈哲宗的善解 善解很好 容易懂 不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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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陈哲宗 陈哲宗 所以前天提出这七部书 为现代关心人类文化 关心人类的未来 关心人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 要读这七本书 这七本经典 现在正好九点 不是九点 三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说下面几部书 我把口罩拿出来 问题 或者需要补充 或者质疑 都可以 我是觉得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老师发的这个奖励吗 其实这个议题其实最近 就是这些年来在全世界乌兰之同胖 尤其西方很多思想家或是一些自己觉得 就其实类似的很多这方面 尤其是由于环境就污染嘛 然后资源然后环境破坏 环境破坏等等 可是就是大部分都是 还是在生存的层面 就让老师讲 就是因为活不下去 为了生存 我们想想去解决他的方式 可是就是在思想程度上呢 然后生命的这个人的身体 就是大部分都只是为了解决生存现实的 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上面的问题 都是完全的破坏 就是还没有提升到像 比如说生命的程式 还有人类的这个文派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 都是还是很在现实问题上的情况 在上大了这样的 所以就觉得来上课就是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观点 这样子其实才是一个比较中极的解放 是 没错 然后我觉得光生存 那永远会有对立面 对 德立者他绝对归于放弃 就像女佛他这样就是不放弹 那些既有地德 宁愿就是赚钱赚到死我 还是一样要继续赚下去 你刚才想到的就是 或是讲厉害关系旁边有些能力 是 是 你说的很好 确实是如此 所以如果就文化的比较 站在人类学上 所谓的文化没有高低 因为所谓的基本的所谓文化 也就是人类在适应的那个环境 然后达成了生存 然后提升出了人的精神性 人的精神性包含了艺术的创作 美的享有 还有宗教的信仰 这都是属于人类学院的精神性能力 这都是属于人的精神文明的开展 可是 西方的这一切 它是站在生存的底线上 也因此 也因此它的艺术 它的宗教 它所有的 属于人类高度文明的某一些事件 其实都具有强烈的生存的限制 增长还有战斗 包括他们进来 希望能够把农奴所形成的民众 提升到人的角度 而肯定了人的感性 人的感情 然后提出个人主义 可是因为他们的利基 仍然在生存性上 所以这个感性 实际上是生存感性 这种生存感性 仍具有封闭性 以至于他们的个性的解放 以至于他们的个性的解放 只是纯粹欲望的欲望的欲望 同时以这个来表现 所谓的个性 除了规意到宗教 真正放掉一切自我 然后规意上帝 可是教会又出来争夺 可是教会又出来争夺 这些人表面看起来 好像真的是慈眉善悟 充满了爱 也确实有这样的人 比如到世界各地去行医的 来台湾行医而不传教的 传教的还是在生存线上 我要改变你 让你信教 这才是文明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本身 不是到达了 那个生命觉醒后 人性真的开展出来 我们说过 其实人有三性 人的复杂性就是 人有三性 人有第一性 就是动物性 在自觉 在自我意识 的作用下 那么 才有 所谓的 道德 三性 或许我们这么说 道德三性 所谓的忠孝 孝替 仁爱 心意 和平 等等 那是一定在自我 意识的认知底下 如同相 不是生下来就有 而是在意识到 完全或者不完全 完全或者不完全 本自我意识下 接受了自己的生命 肯定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认为 然后 产生了生命价值 活着真好 活着真好 然后 因为活着真好 感谢 给我这个好的父母 这就是笑的 开展 没有这个 不会有笑 那个笑也是勉强的 筋疲力尽的 所以笑地 是在人的生命意识的认知底下 首先展现的是对父母的爱 笑是对父母的爱 不是什么孝顺父母 这种解释都太粗浅了 T 对社会的爱 本来是兄弟 而对社会的爱 也就是对人的爱 也就是对人的关爱 然后建立自我 建立真实的自我 是中人 中者 静静 建立真实的自我 把自己灵力尽致地活出来 建立了真实的自我 让自己有了主体性 也就是所谓的真实的个性 刚才我 见到几十年未见的老学生 他告诉我 他在印度住了好多年 他喜欢印度 懂懂整整 因为印度的文化 那种原始性文化太灿烂了 那么这就是他的主体性 他能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 我才去了四次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太脏了 除了空气的污染 我什么都不敢吃 只敢吃他们刚烤出来的饼 我还带着那个 太空过滤 自己尿的过滤器 去接神 我前三次去的时候 我去的是瓦达达西 他们的圣城 他臭得快晕过去了 尤其是雨季下海 那个水漫到这个地方 调过来的全是牛屎 猪屎 还有各种尸体 不是人的 是动物的 我还穿白色的裤子 因为热了嘛 就变成黄的 第四次去 我曾经跟朋友们说 那是一个豪华之旅 皇家之旅 可是等到从皇宫旅馆 被特别招待在皇宫旅馆 住完了出来 我突然懂得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一定要警觉于人感官知觉 所带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那么从我住的皇宫旅馆 清晨 那么半夜就有奴隶们 把所有的花掰成花瓣 放在清掉原来的花瓣 放在一盆盆 用白色如玉的大理石 刻出来的大瓣 整个皇宫里面的空气都是香的 一走过去 带起来的围风 就把那个花瓣就 整个这个感觉知觉 简直是如真是幻 可是出来后 走二十分钟 就到了可怕的瓣 我不能吃饭 不是因为脏 是我怎么忍心吃这个饭 回到皇宫 吃那个饭 然后我就懂得释迦牟尼活出去以后 跑了一转一圈 然后得生老病死苦 太惨了 那些人是贱民中的贱民 可是我们这位同学 这位朋友去住了几年 他的主体性 这是他的个性 然后他看到 他接受 他喜欢 他享有 他开展 这就是中 然后 信 确定自己 然后再往后 人爱的人 等等等等 这是所谓 人的第二性 人的第二性 人有三性 人有三性 然后人的第三性 人的第三性 人的第三性 就是神性 就是自我实现性 自我创造性 自我实现性 自我完成性 自我创造性 第三性 第三性 西方在文化的上面所展现的 它的基础第一性为主 可是中国因为在文化的开展上 以农业文化为主 所以他们很早就发现 人是生命的关键点 人是生命的关键点 那么特别是这次物恶战争 更清楚去展现 这个部分 西方人本身 西方人本身为了自身的利益 自身的强大性 他会放掉一切 这三百年来 从十七世纪以后 所创造的 作为一个人的高度文明性的 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 清明的理性 是 神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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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大学 只要你肯读大学 他不要钱的 所以这些逃出来的难民都是工程师 医师 律师 教师 而美国攻打他只不过要石油 最近的拜登的副总统自己说的 我们打尼拉克 打叙利亚 打利比亚 就只是要石油而已 公开对世界宣说 打俄国 瑞士可以放弃一百六十年 坚持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铁律 天律 保证私有财产 在任何状态下不得掠夺 他竟然就没收了俗俄的财产 存在瑞士的财产 美国也就没收了存在他的银行里的阿富汗的财产 到今天阿富汗 穷得将近三分之一没有饭吃的时候 美国都不肯把钱拿出来 所以要把那个钱分一半去赔偿 911受难者家属 连美国自身的学者等等都说不可以 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 他们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在文化的利基点上 就是动物性 就是第一性 本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回头看 那么中国的利基点 我们不说忧虑 而说中国的利基点 则是在第二性上 所以中国基本上几千年来 相对性 严格的说 没有主动侵略别的国家 没有实行殖民地 所以大陆很 骄傲地告诉全世界 可是全世界西方不接受 他说我们的崛起 没有杀过一个国外的人 我们是和平崛起 那么何以如此 就是他利基在人的前提 是人的第二性的基础上 那么这也就是钱先生 要我们看这七本经典中 我们会很清楚看到 这个利基在第二性的基础上 的七本经典 此外 朋友还挑给我 说钱先生喜欢三国演绎 从小就背 而且能够演出 那倒是在他的字数上面 能演出 钱先生那时候告诉我们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 今天大家都讲《红楼梦》 是中国的第一本小说 那是站在纯粹的文学史上 从言情入手 言情者 言人之私情也 可是传统中国是认为四大民主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 没出来之前 甚至于出来之后 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红楼梦》 王国为提出《红楼梦》 为悲剧 为中国第一等文学 之前 中国的四大民主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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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四本 何意思這四本 因為其中有生命的大義 水虎其大義在於當人類放棄了 根據自身的第一等 第一種人性開展之後 政府不像個政府 老百姓揭竿而起 為求自身的生存揭竿而起 不這手段 大殺裹挾 建立了一個能與政府對抗的單體 然而他們並沒有真正的生命理想 他們只是單純的真生存 如此下來 當兩個勢力足以對抗 而不相上下 於是和諧 達成何意 如此 天地地 閒人已 進入真正的黑暗世界 所以裡面所說的那些情與意 都是小情小意 都是私情私意 那麼這是人類的黑暗時期的開始 這是人類的最大的生命的不幸 人類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能覺悟於此 所以他的第一個 水谷鑽108個好漢的 第二個是送江馬 那第一個那個神龍見尾不見守 因為他不贊成 他不願意參與在其中 然而他是其中的一份者 只是他不贊成 但是眾意難為 無可奈何 曹蓋 第一名的那個 所以始終不太有他的東西 一下出來一下又不見了 獨自要深以為聽 第二名三國 一切展現人的聰明 然而人的聰明 諸葛亮才高九斗 上天要你死 不也就死了嗎 曹蓋丹國五十年 而今安在戰 滾滾滾長江東是水 浪花掏金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西洋後 人世間的一切 可掌握的是什麼 誰是這個世界的主角 歷史中的主角 No 沒有人 就看你帶出的生命真情有多少 所以三國演義的演義 演其情也 所以推崇 鼠漢 因為這是一個情義的結局集合 而不在乎 而不在乎懲罰 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劉備做了皇帝 跟他沒有做皇帝之前 跟我們一樣 待人接五 而後精貧 精貧就是太上不及情 太下不知情為何物 不由忠者 在沒有覺醒沉淪在人的欲望中 不是快樂 只是痛苦 最後西游記 經過七十二賽 終於完全覺醒 它是一本真正修道的書 至於《紅樓夢》 它的思想性就在於 最後的出家 在出家中尋求圓滿 曹雪芹脫掉了衣服 所有的世俗的衣服 走進白茫茫的大地 那就是走向 他放下一切 走向大圆靜置 法華 法華 法華言的禁忌 所以 王國為說 《紅樓夢》是一本 悲劇 是一本絕對的悲劇 其實它是悲喜劇 因為最後的絕路 才是圓滿的喜劇的結束 那當然現在說 那不是高二寫的 那不是那個曹雪芹 那是高二的序篇 那現在當然是一個新時代 對於舊的東西都可以有新的看到 不過 前一人喜歡三國演藝 我想很多人也看過 但是前一人建議一定要讀批過的 批過的三國演藝 原來三明書就有出 後來三明書就不出這個書了 大家找找看 三國演藝 那個誰批的 它是用實際的筆法去批它 而且還寫了序 講三國演藝本身的大意性 生命的大意性 那至於孝孝生所寫的序 那至於孝孝生所寫的序 在《金平梅》中是值得讀的 值得讀的 《金盛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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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古文痴内》》 《此外》《《古文詞内》》 也就是 为了古文官子的不足 然后以古文 唐宋八大古文 来展现学习文学的基础 同时这里面也都可以看到 文学包含着思想 也就是包含着大意 前先生做学问 他说他是从文学入手 读古文此类传入手 然后走向了历史 然后看到了曾国凡的 金史白家杂钞 然后进入到史学的范围 那么此外 曾文正宫的家训 前言说他这一生爱读书 就受曾文正宫家训的影响 也值得一读 把书整理得很好的 就是三明书局的 那个蓝皮子书 整理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 那么曾国凡说 作为一个读书人 最重要的 就是一生爱读书局的学书局的学书 然后第二就是有见识 第三就是有恒 一个读书人一定得有见识 没有见识不是读书人 此外能立志 立志 就是朝着自己的见识 然后决定自己这一生想要走的路 当然这透过生命的觉醒 然后有恒地走下去 不论成败 你喜欢一直走吧 因为生命中最大的成就 是自我的实现 自我的完成 而不是有七页没有七页 有四页没有四页 这都是小烟者 真正的成就 是自我的实现 和自我的完成 至于陶渊明集 路方翁集 这也是我喜欢的 因为他们的诗 我喜欢 我曾经专门请了一个书法家 写了陶渊明的那一首 节路在人静 而无车马息 愿问君何能耳 心愿记字篇 采菊东离下 见南山 挂在客厅 现在没挂 因为放在旧家 好 那么再来 就是谭昌林文集 大家 谭昌林文集 非常有逻辑性 有高度的思辨性 还有文章一抢 值得大家一读 它完全是从史境出来的 此外诸子与瑞 有些人 包括云石在内 都认为 钱先生的诸子转接 是不是诸子 诸子 新学案 没有任何著作 只不过是从诸子与瑞中 超出东西来 那时候他不会读书 钱先生是从诸子与瑞中 把诸子特殊的 有见地的观点 挑出十二年 让人们看到 诸子在那个时代中 崭新的观点 然后奠定了此后八百年 传统中国 人的性格 因为教育都透过它 文化和学术发展 还酝酿 此后八百年 传统中国的文化性 和民族性 我们今天都不讲民族 这是我们今天 是非不明 善恶不分 然后徬徨不知所措 是一个根本原因 然后春修佐世传 这个是一定要读的 当然史记 也是一定要读的 当你读了春修佐世传 面对今天的世界局势 小case 当年都发生了 你该怎么做 一个当国者 该怎么做 一个小国 该怎么应付两大强权 春秋两百多年 就是一个如同今天国际 纵横悲惑的时代 人性的高低 清清楚楚 那么此外 史记 大家可以先看列传 如果当作故事看 也很好看 那么此外 杜佑通典 这是比较深的 这是做学问的 像我们小朋友 就要该读的 读有通典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那么知之通典也是 王范森当年 我鼓励他 帮他收集资料 擦班进台大 而后跟他说 如果你不忙于 他一一青春要狂 而能静下心来 读完二十四史 用四年实践 他真的做 考上研究所 我说用两年 读完知之通典 他也真的这么做 虽然他今天的学问 有他的问题 但是他的见识不足 但是他真做到 所以钱先生说 这个曾国凡说 读书最重要 有见识 他见识不足 虽然他书读得很完 虽然是完整 所以当那个高信江 大家知道 年纪大的知道 高信江 带动台湾一时之鱼路 风气之 中国时报的编辑 高信江 我同学 问我 有没有学生 闲熟于历史 他希望有一个 帮他在这方面 他那时候做 中国时报的编辑 我就推荐了 王半生 王半生就在那里 认识了 余音师 然后被余音师 说上了 这只通典 绝对不能看 我养的 那是一堆糟粕 完全不能够 因为他完全误解 什么叫做 知识通典 因为他透过 错误的认知 入手 再加上他的 语文能力不足 真观真药值得看 大家都值得看 也是蓝皮子书 整理得非常 简明恶药 把儒家的思想 化为政治的 原理原则 行政的原理原则 将人与政治 结合为一 一本很好的书 竹书纪念比较不容易 那也是专家的书 那也是专家的书 文史通一直得读 他不算专家的书 大家也可以读 大家还是可以读 他说明 传统中国 基本就是史学 在学术上 就是史学为主 六经皆始 只是从史中抽出 更关键的生命典范 或者生命典型 博博的一本 好像那个蓝皮书也有 也很整理得不错 所以值得大家去看 一般的也可以看 那么专书就由我们的小朋友看 那我想我们今天第二节课 把这个纪念钱先生的活动中 叔叔劳母 和群他们的工作同仁 整理出的这样的 钱先生爱读的书 从他的著作中找出 然后提供给我们 那我也现在 趁这个机会 作为一点介绍 那我想用两个钟头的时间 他本来只叫我用半个钟头的时间 结果我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中拥 我们先下课 第三节课讲中拥 这个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我们刚才的介绍 需要提出来 讨讨论 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开始来讲 我们是在讲第三章吗 第一章第二章讲吧 第八章 好 那讲第九章了 在第八章之前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四章 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道之不行我知之以 道就是中庸之道 不行不能够为人们所实现 或者不能实现 那么我能了解 这个知识了解 因为一般人 凭着本能性的聪明 过之 冲过头 依照自我的本能的聪明 冲过头 那我想大家或许 都有这种经验 根据自我的分析 自我的认知 然后认为这个是这样 于是冲过头 没有办法 生命自觉 以至于做不到 他就有受到 就比如西方受到他们自身文化的局限 他做不到 他没有办法思考 或者他受到什么特殊的问题所限制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 德国的肖子 法国的马克龙 欧盟的布德拉恩 甚至于联合国的 那一位秘书长 他们抓不到一个重心 在乌恶战争中 甚至于 圣法兰西斯 主大教皇 出来 召开世界记者招待会 直接说 这个战争 一定要让他停止 这个战争是 全然是美国挑起 美国要负全责 欧国固然主动打人不对 可是美国要负全责 因为乌克兰必然沦为 失败者 可是我们看 打到今天 当乌克兰的总统夫人 去美国 拜访 然后见拜登 拜登公开向全世界说 乌克兰要占到 一兵一卒 他会全力支援 全世界不以为意 特别是欧洲 当俄国 把什么西 一号二号这么停了 欧洲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叫大家 节省用电 洗澡 只要洗四个部位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大政治家人 他们怎么回事 那么 愚者不及 聪明的美国冲过头 达不到的 他们想不到 做不到 他们被困住 所以道子不明 我知自已 所以这种 自觉的 生命自觉 而能做最正确决定的 中庸之道 注意讲 中庸之道是正确 最正确决定 最适宜 最适宜生命 在生命中最正确可以 最好的决定 没有办法展现在这个世界 原因就是 人们按照自己一般的本能 聪明的 能干的 冲过头 达不到 不知道 困在自己的恐惧中 恐惧是一种本能 生物的本能有两个 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佛家说要了生死 真正的觉悟 了生死 后来六祖谈经 禅宗 根结在生死 两个关口上 庄子讲小生死 佛家也讲了要生死 生就是求生 求生的心理冲动 生就是生物的求生的心理冲动 生就是生物的求生的心理冲动 逃脱 逃脱 死亡的心理冲动 人一出生就一定活下去 因为人是生物 因为人是生物 而生命一定如此 此就是生之死亡恐惧 甚至死亡恐惧 所以困住了 他被恐惧困住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聪明一世的欧洲领袖们 包括安德鲁 是不是安德鲁 加拿大的总统 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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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东西在他那里 那我就断一切的 北西一号的天然气输出 逼着德国 亲自去跟杜鲁道 请他还给恶国 所作所为 有伤于自己 无利于敌人 这个什么 有利于敌人 都是困住 所以从这些东西来看 从这些最近的时代来看 我们就懂得中庸中所 跟我们谈的意思是什么 这就像人漠不饮食 没有一个人不吃饭 不喝饮料 包括饮水 可是大家饿了 咕咕咕咕吃光了 渴了咕咕咕喝完了 没有去体会 品尝 注意体会品尝 是生命自觉的表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生命自觉的日常动作 是生命自常的日常表现 不要小看这个戏 所以中文 如同这个生命自觉去开展人的智慧 就如同它之所以困难 是在人们在本能的冲动下 没有去品尝体会 如同没有去品尝体会 所饮的水 所吃的食物中 真正的原味 真正的味道 没有对自我 对生命有真正的体会 所以在现实的世界里 我们所见到的 几乎都是冲动而来的困顿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第五章道之不行也 道应该在这样的本能冲动的底下 无法推展 那么 如此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不 人类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 这就是在宇宙创造的 这一个创造中 不知如何 总是在某一种困境中 他安排一个 领人类走出困境的人 如犹太人 在埃及做奴隶 摩西把他领出来 在中国 大顺是一个例子 因为他是一个 下沉的普通百姓 一个在森林里游荡的 渔猎之人 他不像姚 是个大贵族 原先就是个天子 姚鱼顺的故事 的传奇性就在这里 姚发现了顺 而顺是一个无知者 那么当然按照我们 所读到的故事 他爱他的父母 爱他的兄弟 虽然他们不爱他 但是他爱他 那么这种 他不爱他 他爱他 克服了人本能的冲动 生存的本能冲动 这个故事中的含义 所以顺之飞扬看到 而选拔出成为 一个时代的人物 应该 其实应该 应该是一个大智慧者 他的智慧在哪里的表现 我们上次说过 第一 他有一个开放的心灵 开放的心胸 开放的思维 生命的自觉 最重要就是心灵的开放 就是思维的开放 就是认知的开放 好查而言 好问 他喜欢对所有周遭的事物 都进一步的探寻 这是一个心胸开展 不是一个封闭的认知 第二 好查而言 他喜欢对周遭的各种观点 评论 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 减低 减低 负面的 事物 的影响力 隐恶 我的讲法跟 把坏的都藏起来 好像很虚伪 不是 是 贬移 这个隐 隐身做贬移讲 贬移 负面能量 而 推动 正向的 生命力量 阳善 善是有利于 深约善 正向的 有利于 生的力量 他不是做 何事老 直起两端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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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有了充分了解 而选择 最适当的 这就是中道 作为国家政策 作为一个国家政策 你不能选择太高 理想选择太高 而不知道 人性 善未达到生命觉醒的时候 人有很多的各种猜测与恐惧 这就像让我想到 最近大概是大陆的 民用的直升机 咚咚咚 飞到 带着恶桌 具把飞到了什么大弹 二挡 然后我们的守兵们就用石头去丢 哇 我们的舆论丢人丢人 国家的秀秀 现在开枪 那是不是进一步紧张 现在又有人说要打下来 这些拼命说 反而绿营的没那么冲动 因为他们知道厉害与现实 反而是国民党的 反而那些是中华民国派的 拼命叫 丢脸丢脸 怎么不打 现在打 现在有人提出 要打得准 就像曹新称 还要捐出十亿两百万神色手 结果人家算一算 两百万 十亿两百万神色手 一个人只能分到两百块钱 可见他又是来赚选票的 我所谓的选票 赚眼球子 这都是无知的 不从正面整体去看 而用其忠于民 从正面 从整体选择出最适合社会百姓发展的 以为国家政策 其是大开 私是这 大开这就是顺了吧 顺之所以为大顺的原因 所以相对于大顺 他在提另外一个相反的观点 大家都说 一般人都说 自己聪明绝顶 那个曹新臣 现在被大家骂惨了 这不是个疯子吗 都认为他老到了失智 趋而拿出骨 自己把自己赶到亡骨之中 对于这个趋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被别人趋 你说聪明啊 被别人趋 你也不知道 更笨的是被自己趋 到亡骨中 到陷阱里 自己还没有感觉 还一无所知 还认为自己聪明 曹新臣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莫自毙 不知道怎么该 怎么避开 人们都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可是却不知道 在事件上 在正反最异 在正反两面的事件上 如何随时随地 选择最正确的 那个中庸就是最正确的 那个中道 最正确的 这种 智慧的坚持 一个月都做不到 所以都是些蠢人 那么人都做不到 你还说什么呢 有人做到 谁呢 严会 你看他的那个安排 很有意思 会也之为人 会 他的做人 择折护中庸 他就能在自我生命的觉醒中 去选择 最适当的 最适当的抉择 然后得一善 获得了 一个好的效果 一善 好效果 则全权 全权 就是不忘 就牢牢记在心上 而不忘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实践方法 如何触动 我们在不断的自我觉醒的生命道理上 如何触动自己不断地在自我觉醒的生命道理上 他现在不断开展 我们说过人天生就有自我觉醒的细胞 脑细胞 我也没有 还没有介绍你们一本书吧 被绑架的本能 绑架的本能事件 绑架的本能事件 这是西方 这是美国哈布大学动物心理学家 也就是行为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為論者寫了一本書 根據動物的本能性 根據動物的本能性 然後人以至於動物 在本能的前提下 其實是完全受制的 是完全受制的 所以站在心理學上 人可以根據這個本能 人的本能性 驅動人去做選擇 他已經提出了十條 其中包括光棍節來了 一個廣告出來 女孩子的那個水粉 現在大大折 十年來最大的折扣 哈哈哈哈打架衝卻 包括求知欲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 全是動物心理學家所設計出來的 出驅動 人的本能 然後開展的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消費活動 包括求知欲 大家都要去 考 醫生 考 電機 考 等等 那不是 等 都是設計的 然後他們 更高的政治人物操控 唯一 可以平移 這一個本能的制裁 唯一可以平移 普 Sara 節奏 手 拿出來 這是什麽 沒有 trio 沒有過來 因為你最能極問題 就是人要自覺啊 唯一能平一本能的就是人的反 人的意識 人的自覺思維 所以開展這個人才可能有自由的可能 人才可能有幸福的可能 這不是要我們完全驅除本能 No 我看到這個女孩子 天啊 天雷勾動地火 我80歲了我都心動了 可不得了啊 我這一生都還沒有遇到啊 該怎麼做 不是說這種衝動不對 是你80歲了該怎麼做 你回過頭來看看自己 什麼是最適當的 在這樣的衝動的情感中 你能夠將它適當的處理 而獲得生命的幸福與動力 五四一頭就栽進去了 五四一頭就栽進去了 所以基本上 延迴 他在為人上 注意用個為人兩個字 他成為一個人 他在為人上 他在生命自覺的前提裡 知道如何去選擇 最適當的作為 最正確的作為 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效果 這個什麼叫做極好的效果 增長自己生命的能量 太長 則全權服役 就把它記住 然後不斷地實踐 也包括不斷地練習 佛獅子 不失掉它 那麼這裡提出的 就是如何在本能的限制中 逐步地開展人的自覺性 而人天生有自覺性 所以人天生會後悔 後悔就是人的自覺性的開展 卻沒有完整的開展 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自覺 容易後悔 我突然看到這一個 天雷咕咚地 我就跟著走 到哪裡我跟到哪裡 然後人家就嚇死了 你要怎麼處理 處理你的這份情感 這個世界 適當圓滿 而後又能讓自己感受到 這份愛的力量 不是去 追求就是愛的力量 你能意識到愛 人能有愛 這是中庸 的抉擇 所以第十章 第九章 所以這種覺醒 不是一般理性可以達成的 這裡就提出理性 天下國家可均 均是平治 你只要有才能 只要有理性 所以西方有道義 有強盛的時代 有理想的政治 路易十五、十四 建立輝煌的神聖馬安息帝國 比斯曼 啊不得了 成為近代的世界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這是理性可以達成的 絕路可此言 也不是 憑著個人的個性 你給我絕路 No 我不要 本來要舉個例子 因為有照相機 所以算 關掉 這個例子蠻有意思的 所以可以關掉 絕路 我能夠憑著我的 一時的 節氣拒絕 這一時的節氣跟前面的理性 高度理性的開展 所達成的國家的品質 這個是自己深沉情感的表現 不要 甚至於 不惜犧牲生命 我確實遇到 為理想要獻身的時候 百刃可盜 哎呀 你拿著刀對著我就衝上前去 但是中庸不是這三種理性 是 強烈的感性 強烈的感性 跟一時的 一股作氣 的勇氣 所能做到 他要思考 他要有一個整體的思考心 他必須有一個整體的自我意識 所以相對而言 中庸不容易的地方 在這裡 在這裡 因為他非常的細微 而且要不斷地 就像花一樣培養他 讓他開花 人的感性 人的理性 人的勇氣 不是能夠達成中庸抉擇的 瓶頸 我們今天就講到第九章 因為時間正好到 我們下次就從第十章 因為十月份又正好遇到 國慶日吧 所以他們 賀群他們通知我 又停一次 我們下次從第九章 第十章開始 有沒有問題要討論 請 那個 講到那個 剛才是 你的意思 在 中國不行嗎 我們應該看一下 然後那個 應該是第六章 啊 第六章 我 就是 智者或之 御者不輕 等一下 然後 賢者或之 不孝響 對 那这个就是 就是这些都不是中游 大夫要问的是 月代河宇里面 这个也有谈到一些跟中游有关的 然后我看到的是那个 路天一二十一章 始约不得中情 何而与之必也黄军无辜 王者进取 军者留者无辜 那这个 河宇的中情 还有黄军 王汉捐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跟中游有关的 很接近 中游一定有两个极端性 这个是一个狂者 一个捐者 那么孔子说 他得不到 可以放开心胸 全面追求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狂的可以说是这种理想主义者 不顾一切 全面追求自己的理想主义者 他得不到这个 那么他选择的是 是有所不为 捐 就是有所不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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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绝对不能要相冤 他绝对不能要相冤 一切都可以模糊 一切都可以模糊处理的人 就是说 这个狂捐和过于不及的差异 狂容易过 捐容易不及 你不要拿去跟 这里讲的过于不及讲 这里的是狂跟捐为前提的过于不及 一个浪漫主义者 极端的浪漫主义者 容易冲动 很容易全力以赴的去做些什么 这是他的过于 捐者 没有弄清楚不肯前进 那是捐的不及 不是中庸的不及 你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混成一锅炒 炒成一锅菜 那是破坏味道 人语的是人语的 中庸的是中庸的 中庸讲的过于不及 指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开展 还没有达到的时候 他在本能的驱动下容易过 或者有所不及 他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要有生命之决 我们看拜登 我们看川普 哎呀 他们就是贵为美国总统 全世界最高的领袖代表的 竟然 都是过 都是冲动者 甚至于 你看联合国的人权 理事会的秘书长 他自己说 我要带二十几个联合国的委员会 去新疆做调查 然后他发表 二十几天后 他完全不要中国大陆的接待 自己到处走 然后他发表世界 那些对我新闻就是骗的 说完全没有所谓的人权 亚托 可是现在 一个礼拜前 他对世界说 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然后我前天后 他在宣布 新疆人 严重的人权问题 总统面具问题 那你这 你这怎么说呢 然后美国的布林肯 引起我们美国人的愤怒 这怎么说呢 多有趣 不都是在本宗中 都当着全世界说话 可以翻来覆去 这就是中庸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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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本能的冲动下 闲者 能干的人 这个闲是指能干的人 哇 冲过头 不急 不能干的 你看德国的肖子都不知道怎么办 站在那个镜头前面 所以 让我很惊讶 重新审视 这个世界的人 我忍不住 因为 这个谁 待在印度这么久 我就忍不住 再提了一下 再提 从这件事情做力 我最后一次是 皇宫之灵 好坏这种事 人家请客去 然后让我看到我这种 极端的状态 而请我们去呢 是达赖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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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当 他 当我说 啊 我看到那样的 我心中真的不安 不能吃东西的时候 他说那都是病 不要再 不要再 已经几千年了 我们不责备他 而是说 他没有真正觉悟到 但没有真正觉悟到 那一个人之所以为人 那个人性的第二层次 的第二系 中庸不可信念 所以从这里 传统中国的文化 从人重发 直接问什么是人 然后直接以自我生命的觉醒 作为人的定义 论语学而实习之一开始 学者觉也不是做学习家 连到了《传席路》在讲学者觉也 清代全面斩断 只单独学习 这不是无法明白的 尔雅就这么说 汉人就这么解 只是没有提出 生命决心 那是我用了现代心理学名词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今天我们回头看人类 回头看这个世界 今天的问题 人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生命价值的问题 然后经济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愿意 就看看前天天的文化学代理 活活的一小的事 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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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